大家好,每年的二月底三月初正是吃香葱的时候,它的味道浓郁,很多人都喜欢吃它,但是在做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搞不清楚,到底要不要先焯水呢? 其实给春芽焯水是大错,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不用焯水,完全把香葱里面的芽硝酸盐去除得干干净净,我们吃着也放心, 而且味道特别特别的鲜嫩,营养一点也不流失,下面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这个香葱一垮一垮的给它掰下来,只要这个梗不老,我们就可以吃 我们吃的就是香葱这个梗,它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掰掉了这个老梗,我们就不要了,全部掰下来,放在一个大盆中 放入一勺白色的食盐,再放入适量的小苏打,小苏打能有更好的去污分解能力 它能分解掉我们用肉盐看不到的虫卵杂质什么的 再倒入常温水,只有洗干净了,我们的家人吃着才放心 放在这里浸泡五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再轻轻的把它抓起几下 大家看一下,洗出了那么多灰尘和杂质 现在把它捞出,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两三遍 接下来,锅中加水,把洗干净的春芽放进来 放的时候把它铺均匀 然后盖上盖子,水开即时,蒸上一分钟 我们这样把春芽蒸一蒸,能更好的去除掉春芽里面的芽条酸盐 而且营养也全保留到里面 最后一分钟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我们的红油春像变色龙一样,又变了一个颜色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鲜绿 现在把它取出来 放到凉水里面,再来洗一遍 洗好之后,把里面的水分挤干 挤干水分放到案板上 改刀把它切碎 切好放在盆中 接着往里面放入适量的盐 胡椒粉,鸡精,麻辣鲜少许 炒拌均匀 再往里面倒入200克普通面粉 往里面倒入2克酵母粉 倒入30度左右的温水 把酵母先搅至融化 把面粉和香菌搅拌均匀,搅成面絮 搅成这样的软面絮之后 下手再把它揉成面团 最后,活成的面团是偏软一点的 上面盖上一层保鲜膜 放在这里松弛10分钟 面松弛了10分钟 放到案板上 再把它揉一下 揉好之后,搓成长条 搓成长条之后 用手把它按扁 底上都给它撒出一层干面粉 用擀面杖 上下左右把它擀开 擀好之后 两边再用擀面杖 把它整理一下 大约把它擀成2厘米的厚度 就可以了 大约把它切成4指块的面饼 香椎放面饼全部切好 放到蒸锅中 放到时候 中间要留够足够的空间 以免醒发的时候 会粘到一块 上面盖上盖子 水开即时 蒸8分钟 好了之后 再焖上2分钟 我们还留了几根春芽 改刀把它切碎 放到蒜腰子里面 再放入切好的红椒丁 和两个蒜瓣 放入少许的盐 鸡精 然后再把它砸碎 砸成香水泥 砸碎之后 放入小碗中 放入适量的香油 炒拌均匀 像这样我们的春芽酱 又调好了 看到我口水直流啊 煤了2分钟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 满厨房飘着香春的香味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鲜软 各个都变得胖乎乎的了 现在把它取出来 一道非常好吃的香春发面饼就做好了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鲜软 上面再放入我们砸好的香春泥 我已经馋得不得了了 先来尝一下 蘸上香春泥 哇! 里面的香春味浓郁 吃一口我都听不下来了 超乎我的想象 连做梦都没想到那么好吃 最主要的这样做的香春 营养不流失 味道鲜美 吃了也非常的好消化 好了 今天为大家分享香春的新做法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点赞收藏 转发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